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志得意满的安禄山与洛阳称帝改国号大烟 但烟军战士接下来的发展却似乎以此为分水岭 从之前的势如破竹转入了停滞 先是高秀岩带领的左路烟军与十四名带领的中路烟军 分别在唐将郭子怡 李光碧的打击下受挫 而后安禄山亲带的右路军也被堵在同关外 难以向西寸介 守欲同关的唐军为了保卫都城长安 与烟军对峙拉锯难舍难分 对于安禄山来说 天无二日 国无二军 要想彻底颠覆唐朝确立正统 光称帝还不够 只有公路长安摧毁唐朝设计 才有定顶天下的可能 反过来唐朝要想延续 支撑到各方援军汇聚之时 同关就是不得不守住的最后防线 帝国的命运全寄于同关一遇 战事的走向将会如何呢 唐玄宗天保十五年 随着洛阳城破 燕军直破同关 威胁上都长安 儿子前守被同关的两位唐朝名将 高先知 封长青 又在金城的诬告下 被玄宗皇帝斩首示众 临阵自斩大将 无异于自毁长城 同关唐军上下军心涣散 士气大举 面对安禄山大军的猛攻 同关几次险些失守 玄宗连续换了多名大将 多无济于是 眼看上京长安东面 最后一道关卡都要不保 无济可施之下的玄宗 忽然想到了一个人 此人便是正居住长安城中的老将 戈书汉 戈书汉突起诗人 生于安息秋辞 小雨善战 早年在名将王忠寺仗下效力 屡次击败吐蕃 深得上市 之后数十年航武生涯 为唐朝开疆拓土 功勋显著 禁绝西平郡王 识人有诗夸耀戈书汉 北斗七星高 戈书夜带刀 至今窥木马 不敢过临逃 可见其威名 不过戈书汉嗜久如命 纵情生涩 本年已经53岁 此前因为中风 只能回长安 赴贤江阳 玄宗本认为 戈书汉年事已高 无意起用 但国难当头 风长青 高先知死后 变观朝野 论能力 论威望 均无出戈书汉之诱者 除此之外 戈书汉还有一点好处 便是他与安禄山 关系不睦 早年 安禄山曾试图 巴结戈书汉 主动是好说 我父母都是胡人 你的情况和我一样 既然都是胡人 不如以兄弟相称 只是戈书汉并不领情 他的父亲 虽然是西突厥 突济之人 但玄宗时期 突厥韩国已经灭亡 即便以突厥人自居 认得克汉 也是身为汉人的 唐朝皇帝 而且 他出生的秋辞 早就被纳入了 唐朝的版图 所以 在观念上 不认为自己 与汉人有差异 他的母亲 魏池氏 是于田王的公主 于田国 可是汉化程度 很高的国家 国王行汉礼 着汉家冠冕 更是加深了 他以汉人自居的观念 陆山的本意 是想以二人的出身 借此拉近二人间的关系 但却无形中 戳到了 戈书汉的痛处 戈书汉直接反驳说 自己已经自认为汉人 与出身下贱的杂胡 岂可相提并论 安陆山觉得 戈书汉在嘲讽自己 骂戈书汉一个突厥人 怎敢胡言乱语 戈书汉还想骂回去 但受到旁人劝阻 此事才不了了之 不过双方从此交恶 此后多年 二人多次因政治意见的不合 在玄宗面前争论 关系逐渐到了 水火不容的地步 有了这层关系 在等到安陆山起兵叛乱之时 相比于其他将领 玄宗自然更信任戈书汉 至少 在面对死敌安陆山之际 戈书汉不可能叛变投敌 戈书汉重新出山 很快抵达同关前线 此时 驻扎同关的唐军 多达21万 数量虽然远超燕军 但来源庞杂 素质良有不及 互相之间多有矛盾 可谓固守有余 进取不足 戈书汉老于航武 身之其中厉害 严令全军死守同关 不得率不出战 数日来 唐军与燕军多有激战 各有损伤 但燕军攻不下官城 唐军也赶不走燕军 双方陷入了僵局 可是此时 天下的局势也在悄然发生着改变 除了安禄山的右军 与唐军在同关对峙 高秀岩的左路燕军 在朔方被唐将 郭子怡率部击退 14名的中路燕军 在常山 与李光碧所部唐军 熬战40余日 最终被唐军击败 自此 安禄山燕军的三路大军 自天保15年以来 连连碰壁 局势正朝着 有利于唐朝的一方 飞速地发展 同关方面的战局 又会如何发展呢 唐朝天保15年的年初 对玄宗来说是幸运的 唐将郭子怡在朔方 击溃燕军高秀岩部 收复了靖边军 直到燕门关 井行口 打通了朔方与河东 河北唐军之间的联系 李光碧也在河北击退燕军 史自明部 收复了河北长山等重镇 在燕军后方 唐军降降 接连波乱反正 纷纷起势 自此 安禄山的三路燕军 前有唐军猛将云集 后有几方 不断爆发内部叛乱 燕军已是进退维谷 不复起兵之处的强势 只要守住同关 阻止燕军西进 等到唐军在河东地区 扫清史思明等人 唐军将从朔方 河东 同关三路 合为洛阳 那时天下局势 将回归到唐军一方 安禄山的叛乱 也将日搏西山 谁知此时 唐朝廷内部 又起波澜 安禄山早年 亲近前任宰相 李林甫得以上位 戈书汉 则与现任宰相 杨国忠 关系融下 李林甫知道 安禄山与戈书汉不合 有意抬举安禄山 打压戈书汉 同时攻击政敌 杨国忠 但当李林甫死后 杨国忠得势 又拉着戈书汉 一起打压安禄山 最终逼得 安禄山起兵造反 戈书汉讨厌安禄山 连带着队也曾受李林甫提拔 安禄山的足弟 在朝中任官的户部尚书 安禄顺 也看不顺眼 不过 安禄顺为人圆滑 通权答辩 没了李林甫 很快又投靠了杨国忠 得以保住身家 戈书汉 五人脾气 仍然时常与安禄顺 因政见爆发争吵 怀恨在心 一直想找个机会 整死安禄顺 起初 戈书汉因父贤在家 手中无权 对安禄顺 没太大的威胁 等到玄宗重新启用戈书汉 为同关前线主帅 戈书汉东山再起 做的第一件事 不是平叛杀敌 而是伪造一封 安禄山写给安禄顺的信 并自导自言 假装在同关城门口 抓住送信人 在唐玄宗面前 进行诬告 陷害安禄顺通敌 杨国忠本有意保驾安禄顺 制衡戈书汉 但玄宗疑心病重 还是将安禄顺处死了 安禄顺的死 让一直支持戈书汉的杨国忠也感到后背发凉 担心大权在握的戈书汉也心难控 没准下一个就要除去自己取而代之 乌漏偏逢连夜雨 连日来 长安留言四起 说同关将士认为 安禄山之所以叛乱 都是杨国忠造成的 更有甚者称 戈书汉将率精兵 骑袭长安 活捉杨国忠 并将其带往同关城头问斩 以此换取燕军退兵 如此种种更加剧了杨国忠的恐惧 为了自保防患于未然 杨国忠决定先出手压制戈书汉 随即起奏玄宗 让自己的亲信 杜乾运带兵一万 驻扎坝上 坝上位于同关与长安之间 杜乾运这支军队 一方面可以填补同关 到长安这段兵力真空地带 另一方面也可以静观其变 监视戈书汉与燕军双方的动向 若戈书汉有丝毫的轻举妄动便能提前知晓 杨国忠这招不可谓不高 既可以在同关兵败后第一时间救援同关 又可以保障自身安全 玄宗一口答应 而戈书汉则在得知杜乾运率兵前来后 溃之杨国忠的用意 居然以一句霸上军力同关 先下手为强 将这一万人强行吞并 并捏造罪名斩杀了杜乾运 自此戈书汉与杨国忠之间正式撕破脸 同关依然是戈书汉的一言堂 再看攻城的燕军 此时天下局势的变化 也使得燕军内部忧心忡忡 安禄山多次下令前线的部队发起进攻 快速攻破同关 指导长安来环节左中二路的压力 本意识破其一点盘活全局 使燕军在整体战略上重新占据有利局势 而此时负责进攻同关 以及驻守闪军的正式安禄山右军大将崔乾佑 崔乾佑素有谋略 他见同关成高强后 硬攻多次仍旧窥然不动 认为一支军队接一支军队的强攻 乃是无效的添游战术 要成功只有先右敌出战 以野战歼灭唐军主力再攻关城 崔乾佑打探到戈书汉与杨国中间的矛盾 故意让人放出消息 燕军的主力都在回防洛阳 闪军目前的守军人数不到四千 且都是老弱病残之军 给同关的唐军抛了个肥尔 消息传到了长安 急功近利的杨国中 趁机上书奏名唐勋宗 此乃天赐良机 要求戈书汉从同关出兵收复闪军 若戈书汉不发兵 杨国中便有了借口 以其消极待战弹劾戈书汉 酒精沙场的戈书汉深知 这是燕军哄骗唐军出城迎战的轨迹 贸然出兵必败无疑 极力劝阻玄宗不可出兵 朔方将领郭子怡 李光碧等人 也连夜传信至长安 劝解玄宗 坚守为主 等各方援军到了 再转手为攻 然而 玄宗本人自安史之乱以来压抑已久 安禄山背信弃义 东都洛阳被燕军攻克 安禄山在洛阳称帝 种种情况让玄宗颜面扫地 深感身为帝王的权威大受损害 因此急需一场胜利 来重新巩固自己的正统 最终 以贼方无准为由 认为要抓住战机果断出兵 驳回了戈书汉等人的谏言 连连催促戈书汉出关作战 实在 玄宗派来催促戈书汉出兵的使者 望其向背 可见其催促之急切 戈书汉无可奈何 只能出击 战事的结果则大大出乎了各方意料 天保十五年六月初四 戈书汉率部出城 一连数日 唐军与燕军多有交战 但燕军主力本就无意与唐军决战 派出的都是一些散兵游泳 唐军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他们 并在燕军的刻意引诱下 进入了陵宝一带 陵宝南面靠山 北陵黄河 中间是一条七十里长的狭窄山道 乃是兵家决定 崔前佑率重兵 囤积于此并精心布阵 只等唐军进入伏击圈 六月初八 唐军追击燕军残部 抵达领保纪元 戈书汉部下将领王思里 率五万精锐为先锋军 大军数十万紧随其后 还有万余人 在黄河沿岸高处击鼓驻阵 王思里高沟离人 跟随戈书汉多年 是戈书汉麾下的心腹爱将 但此人性格鲁莽 冲动好事 燕军在进入领保后 故意示弱 洋装溃败 队伍不整 军旗丢失 王思里立功心切 见燕军已有溃败之时 尚未与戈书汉的大军会合 就率部高歌猛进 等到戈书汉抵达领保 观察了四处的地形 正欲撤兵 已然为时过晚 王思里的先锋军 已被燕军引诱进 狭窄山道 燕军将无数的滚木雷石 如冰雹般砸下 唐军在爱道上 却没有周转余地 死伤枕急 遭到重创 戈书汉不忍心不爱将 及五万精锐 全军覆没 决定率军增援 亦被燕军包围其中 眼见形势 对于己方不利 戈书汉急令 战车数十 排成一排 向前冲锋 为队伍开路 但还是无法冲破 燕军的包围圈 双方的激战 一直持续到了中午 突然狂风大作 燕军首领崔前右抓取时机 将数十辆点燃的草车 推下山谷 很快烈焰熏天 唐军被农烟所包围 又听四周 都是燕军的雷鼓与叫喊声 心中恐惧不已 只知道胡乱的放箭 直到日落时分 弩箭用尽 才发现没伤到敌人分毫 唐军自身却早已马伐兵疲 唐军疲惫 而燕军则以意待劳 崔前右趁机命令 精锐骑兵 从唐军背后杀出 前后夹击 唐军数十万人挤在一起 不仅没发挥出人多的威力 反而互乘累赘 战斗力大打折扣 不出一会儿就成败腿之势 唐军数十万乱作一团 溃散逃命 慌乱之中 互相排挤 掉进黄河淹死的 就有几万人 绝望的嚎叫声 惊天动地 那些跳入水中的唐军 又争先挤上黄河中的运粮船 由于超载 几百辆运粮船 最后都沉入了黄河合体 一时之间死伤惨重 侥幸上岸的士兵 仅有十之一二 戈书汉沿途收容败军 一路狼狈地逃回铜关 在逃亡铜关的途中 早先为抵御燕军 唐军在铜关城外 挖有三条嵌壕 军宽二仗 身一仗 此时 溃败陶王的唐军 竟因忙于逃命 而在三条嵌壕间相互拥挤 导致大量士兵相互践踏而次 等到回到铜关 戈书汉清点人数 二十万大军或死或逃 回来的竟然仅剩八千 不久后 燕军将领崔前佑带兵攻城 戈书汉因双方实力 差距悬殊战败 铜关这道长安最后的屏障 也被燕军攻克 戈书汉被燕军升擒 并于次年被燕军斩首 一代名将戈书汉就此画上句号 唐朝大文豪杜甫有诗 石豪力写道 谨主官房将 慎悟学戈书 就是指责戈书汉在此次战役中的失败 通关城破 守军将士二十万接战败 主将戈书汉被擒 燕军的铁骑离长安 以不到二十里的消息 一个接着一个传入长安 玄宗惶恐不已 没有胆量坐守长安 而是连夜率领百官出长安 逃亡四川 玄宗一行人因出逃过于仓促 随身携带的干粮不足 一路上都需要靠百姓的救济 等到了马为义后 四周的百姓大多已逃难 哪里还有多余的粮食 一路上随行保护玄宗的禁军将士 因饥饿一片哀嚎 将士们都将安禄山叛乱的过错 归结于宰相杨国忠 各个义愤天鹰军心辅动 为安抚军心防止兵变 禁军首领陈玄礼 随即率兵诛杀了杨国忠 并跪倒在玄宗脚下 半逼半求玄宗 处死杨贵妃 以绝后患 这位叱咤大唐一辈子的皇帝 此时无论如何也想不到 晚年自己连心爱的妃子 都无法保全 禁军气势咄咄逼人 迫于无奈 玄宗只能忍痛下旨 将杨贵妃 绞死于马为义的离树下 婉转峨眉马前死 香消玉云 这对京式恋情 也随即落下帷幕 白居易有诗 长恨歌云 七月七日长生殿 夜半无人思雨时 在天愿做比翼鸟 在地愿为连礼之 天长地久有诗尽 此恨绵绵无绝期 以此来纪念这对军妃之恋 随后太子李亨 与玄宗在马为义分道扬镳 李亨任天下兵马大元帅 代替玄宗领导进军北上 并联络各地截度使 继续抗击燕军 玄宗则接着南逃四川 自此随着安禄山攻克长安 天下的形势再次骤然大病 燕军左中路军 亦受右军之影响 士气大振 唐军刚刚收复的北部疆域 再次沦陷 三路大军浩浩荡荡 大有席卷全国之气势 同年 太子李亨北上领武继位 视为唐宿宗 新军李亨继位 天下形势是否会发生变数呢